你们去北京打算住哪里啊 住紫卫家吧 但是是这样的 我们两个已经决定好了 但是紫卫还不知道 对 紫卫还不知道 就是反正 他太不清楚了 去就完了吗 先道德绑架一下 就是不收留我们没地方住 对 我们说的可怜点吧 对 就是没地方住 他说不行 紫卫哥 你这个太理督 这样子是不是更不会让我去住 那这一张床怎么办 没关系啊 可以有人打地坡 对 这个无所谓 这个无所谓 那就我们俩睡床上 紫卫可以打地坡 那我也觉得可以的 可是没什么问题 不会了 我们睡沙发都可以的 紫卫好像是合作 那就很难了吧 那他就更适合 那他已经适应了合作的生活 那我们俩去 他就会更开心了 对 他就不需要适应了嘛 对吧 解释 对啊对啊 我们等一下去问一下吧 嗯 似乎的多面 我们等一下倒是再说 他如果真的拒绝的话 我会跟你们说的 他拒绝 那我们我们也没地方住 我们到时候自己再住 我这样说吧 保底我们可以住龙涛娱乐的大堂 真的吗 真的 太好 怎么说 你小心龙涛娱乐看上他之后 把他牵了 然后你就 什么 你俩变对手了啊 啊 你不扯 啊 但是我们同公司为什么会是对手 就是一个资源只有一个人 他的着装就看出来了 这个人心里就很阴暗 好了没事了 我们到时候再商量 主要他们主位吧 对对对 主要是主 通知之类的 不是通知 这没这怎么通知 这怎么通知 肯定得 直接入主 哈哈哈 直接把你入主 行李直接翻过去 好客气 谢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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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